普丁的报复要再升级了吗 他恐怕打上瘾了 普丁对外来宣布 上个星期他发射的那个高达 10马赫的真果树导弹火树开花 同时可以爆打36个梦包 快到拦不住记得吗 普丁这下预告了 俄罗斯将加速生产这种极音速飞弹 他这句话立刻让整个欧洲恐慌危机 快速升高 这款号称20分钟之内 可以打击任何欧洲的 任何城市的极音速飞弹 一旦让他发射 那简直是快到你拦不住 要如何动足极限 防患于未然 现在是整个北约要伤老金的事了 事实上美国准总统川普 即将要就任了 现在外界都一直在讲说 川普你以前一直讲说 你只要当选总统 就让俄乌战争可以结束 现在你知道吗 他的准国安顾问 瓦尔斯他也出来讲 他说必须让俄乌战争这件事情 负责任的结束 所以他也就提到说 你俄罗斯跟乌克兰 大家必须要来上谈判桌 而且说他要扮演的角色叫做 恢复赫阻跟恢复和平 因为现在大家发现到 就说美国总统大选完了之后 俄乌之间的战争没有减缓 反而越来越剧烈 大家开始使用 这个所谓的长城飞弹 去互相攻击对方的领土 尤其你刚刚提到说 普丁居然在之前 居然发射所谓的 真果素的这样一个飞弹 而且普丁还出来跟人家讲说 我告诉你 我的真果素飞弹 全世界的防御系统 没有人能够拦截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因为这一次俄罗斯 使用真果素飞弹 去攻击乌克兰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天啊 你看 它的速度是音速的 这个十倍左右 你如果现在以拦截系统来讲 你大概在5马赫以上 你就很难去作为拦截了 那现在你知道吗 普丁居然讲说 我告诉你 我不是只打这一次而已 他说我俄罗斯会持续测试 这一套新的飞弹系统 最重要的是还要加速生产 还要加速生产 就是说上个星期上 全世界为之震惊的 我们担心它发动核武 这是一种核暴富 这是一种核威胁 真果素这么毒 现在他说还要再生产 因为真果素它自己本身来讲 它的时速大概可以飞行的 这样一个距离 这一万三千公里左右 没有打不到的地方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它的真果素 本身前方是可以多带 携带这个多弹头的设计 然后也可以携带所谓的核弹头 当然这一次他去打这个乌克兰 被认为说它是使用的是 所谓的常规弹头 但问题是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很快 再来就是说多弹头 就可以一次攻击多个目标 所以现在英国方面 也提出警告 他说现在欧洲的很多国家 可能都会笼罩在 这个飞弹影之中 为什么你知道 他们说如果今天俄罗斯 真的要用真果素来攻击欧洲的话 20分钟内可以打击 所有欧洲的城市 接下来换北约要担心了 我怎么样动足肌肩 一旦你打出来 我是拦不住的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现在对于 这个欧洲国家来讲 美国本身的这个 所谓的预警征收能力 很有可能会成为 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最大的靠山 因为以美国来讲 它有一个叫做天机红外线系统 这个红外线系统 是有六个环绕地球的这个卫星组成 再加上什么你知道 再加上现在在所谓的 滴地轨道的这些卫星 大家共同组成一个侦测的一个系统 他们用许多的感应装置 只要地球上面有这个物体 从某地发射出来之后 它立刻干嘛你知道 它可以去扫描你的种类跟温度 然后辨识你的这个打出来 到底是什么 所以如果你是飞弹 它却确定完你飞弹的种类之后 还有发射角度方位角 飞行轨迹高点速度跟着陆点之后 这些东西会提供给什么你知道 这个东西就提供给你的 跟美国相关的盟友里面的防御系统 那经过换算完了之后呢 就提高什么辨识率之外 还有提高你的预警能力 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上个星期 它第一次发动了这个所谓的 真果树飞弹美国其实提前掌握 原来靠着这个是三位一体的监控天眼 还没完 我刚才想说了 整个北约现在的核危机 核打击的那一种恐慌是急剧升高 不要觉得危言耸听 我们给大家看到是 现在在英国居然一处 准备要用来当作 美国核武基地的这个预定地 只是预定地而已 也只是被无人机闯入 居然你看看红圈圈圈的是什么 惊动了F-15紧急升空 是有多风声鹤唳呢 为什么这一次会紧急出动到F-15 事实上是因为英国皇家空军基地 有三个地方都被无人机群去骑牢了 那你刚刚提到这个是英国空军 拉肯西斯基地 那这个地方其实对于美军来讲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英国空军他们基本上有跟美军 来进行合作 所以这个地方也驻扎了美军的F-35A 跟F-15E的这个战机 它也是美国空军 在英国最大的一个驻扎地 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 像美国现在在实施 核打击能力的这个状态之下 这一个拉肯西斯基地 也被指定是美军核弹头的储存设施 所以这一次你刚刚看到 尤其在黑夜当中 有这么多这个无人机 以前我们都讲无人机比较难侦测 为什么 因为它的体积小 那体积小如果就现行的 这个防空雷达上面来讲 其实很难抓得到 但你在画面上面说 这样看起来 其实老实讲 我们没有标注有这些所谓 隐隐约约出现的光点 我才不相信你肉眼看得出来 所以这也代表是他们在这个地方 是有高度警戒的一个状态 那现在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这一个拉肯西斯基地 目前它也在开始打造所谓的避难室 那过去只要听到避难室 就知道这都是为了什么 防止末日攻击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避难的处所 所以是不是他们也已经预估到 就说如果我在这个地方部署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B612的这个所谓的 战术核子弹的时候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也会成为 别人核打击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就让这个地方成为未来 因应核子战争 或者是核武任务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俄武打了一千天 在2024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候 出现了极细剧性的变化 北约 北约那个惊慌失措的程度 有增无减 过去我们觉得说 乌克兰打在前面 它是缓冲带 但为什么现在北约越来越担心 它会直接跟俄罗斯对上呢 有一个观察的国家你来看 芬兰 是 那这个当然是因为 这些国家跟俄罗斯 基本上都是非常接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一次里面 北约也进行了一个叫做 动力前线的一个演习 你看它集结了28个 这个所谓的北约跟伙伴国家 而且就将近5000名左右的 这个官兵参与 那过去我们看到这种 所谓的炮兵的这个演习 很多都是单一国家跟单一国家 但这一次因为28个国家 北约国家 他们这个跟伙伴一起集结起来 那整个的演习地 将近有横跨6个国家左右 那这6个国家 事实上大家就会觉得就说 那你们今天搞这个演习 最重要的是干嘛你知道 因为他们要让指管 指挥跟管制变成一体化 但你想想看 基本上国家跟国家之间 最大的问题 除了指挥体系 跟他的这个系统不同 语言也是一个障碍 所以为什么会选在芬兰这个地方 进行这个动力前线的演习 是不是也因为1000多公里的接壤 他们也要预防这一天 如果俄军的这个北极熊大军 直接突穿边境 在这个地方发动了短冰箱 就是陆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陆战里面 炮兵其实就扮演最强大的一个状态 而且在这一次里面 事实上他们要做的叫做 北约共同炮兵体系的合作活动 这样一个网路 最重要就是我要提到 就是说他们其实在 连战部队里面 语言是一个很大的隔阂 还有你的指管跟火鞋的体系 有时候各个国家 有各自国家不同的状态 那我们怎么建构一套 各种语言都能通都能懂的 战术协同运作呢 所以虽然表面上是 北约跟伙伴国家 共同来处理 对不对 可是真正背后最重要 是由美军来负责主导 因为这样的一个网路 就是由美军侦查单位 他们先侦查到 所谓的目标情绪之完之后 透过什么你知道吗 透过爱沙尼亚的火力指挥中心 进行处理 同时向这些国家下达作战命令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真果树 美军可以早24小时之前天眼是他的 当我发现目标他要动的时候 由哪一个拳头出手 由他来指挥调度了 而且对美军来讲 因为事实上各国的征收能力都不同 在上一次大家就发现到说 当俄罗斯打飞弹的时候 很多人都以为说 天啊 他打洲际弹道飞弹 但是美军的体系在很快的时间就说 不是 他是一个中层弹道飞弹 因为这个会影响你在整体防御上面 你要如何调度你的兵力 那他们现在就这个所谓的炮兵的 整体的这个整合来讲 芬兰这时候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芬兰的这个自走炮 这些火力单位 他接握到整个这个指挥中心 下达的命令之后 就可以各自接战 所以也不会受到我们刚刚讲说 语言跟操作流程不同 而受到这个影响 同时你看美军在这些演习当中 也把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 新式的火力 加入到这个所谓的 北约动力前线里面 所以包含到他让升级版的 M270A2的这个MLRS的 这个多管火箭也参与这个演习 再加上他把它改装什么你知道 新的这个所谓的马力发动机 同时再加上精确的打击飞弹 其实对于北约国家来讲 俄罗斯会不会有动作 其实老实讲不知道 但是你不能因为不知道 自己就不做准备 看到这个地方 俄乌如果一步一步走向失控的边缘 普丁的底气来自哪里 可能是北韩 但现在就传出了 被推上前线当炮灰的北韩大兵 他们高达九成五的薪水 被金正恩给撕吞了 但就算是这样 剩下的5%的薪水 他们仍然是高居北韩国内老百姓 薪水的200倍之多 怎么这么夸张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阵子 金正恩不是派了一堆 我们讲的什么 北韩大兵 风暴军 对不对 已经先派了先前部队大概2000人 去俄罗斯打仗 你知道其实阿兵哥的军饷是多少钱吗 我现在来讲 你就会有个比较的差异 在朝鲜就是北韩的一般人民的月薪 是1块美金 那如果是军人 大概是20块美金 可是现在如果你能够去俄罗斯打仗 可能要当炮灰的 你就有2000块美金 但是2000万美金根据北联社的报道 美国说金正恩可能要从中间A走90% 那不就剩200块吗 好 来搭算一下 2000块他A走1800 所以真正阿兵哥拿到200 那200是不是就是一般他们在北韩当兵 在北韩国内当兵10块美金的200倍 所以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老百姓穷 我把你打仗出称入死的 我也穷 穷到居然被你扣了95% 我还是一般老百姓的200倍 那我退一万步说 外交官 这是国家的门面 出去应该吃香喝辣横着走了吧 是 所以嘛 为什么外媒一直在形容 金正恩利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比较 所以称他说 这哪是什么同志啊 你根本就是来自地狱的同志 但有人真的劳动党的同志们说什么 说我来自地狱 怎么劳动党的同志 你都已经入党了 又是高官 你既然会觉得自己来自于地狱 我就来看一看李日葵的故事 李日葵是北韩前驻古巴的参战 一个外交官的职位参战 那结果前一阵子呢 他竟然拖北 爬到南韩去了 从古巴坐飞机带着七小跑去南韩 投奔自由了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告诉你啊 李日葵说我本来其实是蛮崇拜金正恩的 他说金正恩还跟他说过话呢 可是他讲他我实在是穷到 二肚子没办法 我不得不逃啊 他举了几个原因 外交官求到饿肚子 对 好 我先来讲嘛 刚才讲过嘛 一般北韩人民是一块美金月薪嘛 那阿兵哥是十块美金嘛 他说我住古巴的月薪是五百块美金 五百很棒吧 很高啊 比那个去打俄罗斯当炮灰的两百美金 都还要多二点五倍 可是他说他是外交官嘛 他住北韩 他北韩住古巴 他在古巴月花费是一千块美金 那扣掉他的薪水 拿下五百块 快要倒贴五百块美金 你知道李日葵说他这五百块美金倒贴 他怎么来吗 他说他只好走私 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北韩有很多 不管是下自老板系 还是上自高官 他们都快要活不下去的情况下 你金正恩这个时候在缺钱 他只能想办法到处去找钱 但是金正恩找来的钱 都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生好的生活 支持他金氏王超能够继续苟延残喘下去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天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花真相 五七报新疾病